上一集就说到我自己的最新动向 又想不到那么多朋友都这么关注 如果你都是想知道这方面的讯息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就多拍一些生活上的片段 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今次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个题目 其实我也想讲了很久 我觉得对大家都应该很有用 不过就看一下大家的反应 如果这系列的影片大家都喜欢的 受欢迎的很多人看的话 那我就可能一路再拍多几集 主要我想讲就是如何预防癌症癌症 第一样东西 我觉得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未讲哪些方法有用之前 我们就要知道哪些方法没有用 其实近年大家去做身体检查 其实都不是近年 可能十几二十年都是的 大家去做检查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做一些癌指标 叫做Tumor marker的东西 通常就是一串这样的 通常有个英文字 CA125 这种Tumor marker 这种癌指标 就是哪种癌症指标 如果这个验了出来升高了 那我们就知道有这个癌症 就早一点看就早一点 可以帮到你了 那大家就怀着这样的心态去做 那这些检查很多时候都不是便宜的 而且你做一串 价钱都不低 那当然健康无价 那你又很难用的价钱去衡量 不过我想指出一件事 就是很多这些大家以为有用的方法 包括这些癌指标的检查 对于预防癌症 其实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这个名字它有些误导性 叫做癌指标的话 那就是有癌症就会升高 那为什么不可以测到癌症 那大家要知道 很多这些癌指标 都是在治疗癌症的过程里面 用来就去follow up 去跟进一些已经有癌症的人 就看一下它有没有方法 就是说本身这些测试 它发展出来的敏感度 那个准确度 就未足以在一般的群众 一般的人里面 去找那些有癌症的人出来 就是说那测试本身 很多时候就未足够准确度 敏感度去做这件事 那有些人就会说 那其实就算不太准也好 那我做了 做多样东西都是花了些钱而已 就是早点知道不是好些吗 就算它不太准的话 都叫做多样东西都好 大家这样想就不太正确了 大家要知道 你做这些测试 其实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那大家做过这些测试就知道 当你做了这些测试 那你去等待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都可能有份安 坐不下 那这个过程其实对你也是很困扰的 如果有些不幸运的人 就是最终turn out出来 做了出来的测试 是positive的话 那就更加困扰了 因为可能你就因为这个positive 就是一个阳性的反应 那你跟着就要做一连串的 比较上复杂 贵或者可能不舒服的检查 去确认究竟是否真的有这个癌症 那很多时候turn out出来 都是没有的 没有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刚才这么说 因为这些测试 本身第一 它就不是十分之准确的 就是说它阳性的话 就未必真的有癌症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有阳性的话 那你就可能要再做下一步的检查 那比如可能你抢癌的指标升高了 那接着你可能就要照抢了 那很多人就可能做完一轮之后 才发觉虚惊一场 那是非常之不值得的 当然在技术层面上 是否每一只的tumar marker都是这样呢 那又未必是 这些是比较上是专业性的东西 其实最好你做这些检查之前 你自己去法院所 然后就法院所的职员 就告诉你 你应该做这些这些 那最好呢 其实就找你双熟的医生 你信得过那个医生 那就是你把你担心的东西 我也是担心这个东西 我担心有这个肿瘤 可以怎么做呢 但是你问了医生再建议你怎么做呢 最终可能就省了钱 还有最重要是 就无需虚惊一场 而且我之前在诊所 经常都跟病人说的 医疗的东西真的不跟你买东西 那不是越贵就越好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留意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多一些 哪些才是预防癌症有效的方法呢 那我可以跟着那几集 就告诉大家 哪些方法就是医学已经证明了 真的可以减低癌症的机会 那这些测试 如果大家有兴趣 记住留言 就告诉大家想知道多一些的话 那我就继续拍这个系列的影片 那未订阅的朋友 就记住按订阅键 记住要按下小钟 那YouTube的演算法 才知道我们这个影片是受欢迎 这个影片可以推荐给更多的人 那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